如果你想要像這樣子 能夠把 做好的東西放進來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你現在做好的這個 我就直接存下來 這樣就放進來 當成做影片進來 你看我把它另存 但是重點是 我們這個 如果你希望它能夠去背 影片也可以去背 各位知道嗎 影片也是可以去背的 比如說你看我先放進來 那這個 我先用沒有去背的 我來這邊 我就按著它丟進來 丟進來 丟進來 請問這樣有沒有進來的 這個尺寸 不是它 這是後面的 應該是這個 這樣有沒有還蠻大張的 好 它不見了 沒關係 我把它循環 這樣是不是就跟我在一起了 對不對 但是這個是沒有去背的 那影片真的可以去背 可是呢 如果你的 這邊 我看一下 在這裡 回到這邊 我就開一個新的 我就開一個新的 按一下 空白的 我只要保持背景空白就好 然後我把上面這個 先借用一下 點到 這一支 好 把它複製一下拿過來 沒有拿過來 沒有拿過來 OK 我這邊很單純的就像這樣 讓它有動就好 有移動就好 那麼 我們現在看一下就說 你今天在這邊做完了 我先把這個拿掉 如果你背景 是相當空白的 我輸出的時候呢 就發布的時候 好 你看下一步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是你的視訊配置這邊 我用上 我就直接輸出視訊就好 就不用送到雲端了 你看一下視訊這邊 我們預設是不是MP4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MOV 你今天背景 影片的背景要變透明 要用MOV 或者是AVI 但是這個軟體目前 只支援MOV AVI不行 但是這個不行不是格式不行 是軟體本身不支援 所以你今天只要選擇這個MOV 你看 我在這邊選擇我們的MOV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深層透明通道視頻 就是這個地方 你把它勾起來之後 原本我們沒有 任何背景的地方就會變透明 因為你看我們如果 你標準的你去背 是一張去背 但是我們剛剛講一秒鐘假設播三十格你要去三十張 去了三十張還是只能播一秒 這樣心裡面會很痛對不對 所以如果能夠原生格式就做好了那最簡單 所以這樣就好了 我只要把這個勾起來 然後呢 你在這邊我就輸出到 我要的地方 好一樣我用這個 再決定好了我就按發布 這個就沒有傳到雲端就直接輸出到我的電腦而已 就輸到電腦裡面 反正一樣可以 好我們就稍等一下 這邊我已經輸出好了就是 旁邊這個MOV 對雖然看不到但是沒關係 我把它丟進來 丟進來 各位 有沒有不一樣 你看 你看我把這個先關掉 把這個先關掉 點到他 放下來 有沒有去背 好 你願意會不見 沒關係 我就讓他 重複循環一下 這樣 我可以跟他一起玩嗎 哈囉哈囉 雖然我看不到他 但是有感覺吧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清楚 那OBS這個呢 不是我們今天重點 可是呢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 也歡迎你到 這個地方 你到我的 部落格 這裡 因為最近去 這個 民傳 講了兩場 這個部分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可以像這樣 其實這個是我們 錄影的話也很方便 在這邊 有沒有 民傳這邊 你點進去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 一樣 我的那個 上課錄影片還有 OneNote平台都在上面 像這個就是我玩 氣象主播 對啊 然後呢 還有這個 直接 直播的 沒有啦 就是把Line群組的畫面 Line不是有可以做視訊對話嗎 也可以直接加進來 所以如果老師的 或者同學 可能是 活動你要直播的 要增加一點互動性 我們現在的互動性 假設你用YouTube或Twitch啊之類的 都是用文字的 對不對 但是你要有 這種 即時的互動性 就可以加這個 就還蠻好玩的 像這樣有沒有 也可以跟我們的 泡沫做結合 這樣我就可以 在泡沫裡面用 這樣OK嗎 你可以玩玩看 那因為我們上 這裡面 像這個有些同學就喜歡搞怪有沒有 就會想要加這個進來 蠻好玩的 上課的影片一樣在這邊 點進去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了 像這個 哇這應該是有聲音的 OK 這樣了解了 所以我們的OBS裡面 這叫做虛擬睡盆 那他就可以跟我們 目前做的這些動畫 就可以結合在一起 OK 好吧 那今天時間應該是差不多了 請問各位這樣 還可以接受嗎 有沒有變比較厲害一點 就是要去玩玩看 重點就是說有很多素材 你可以找得到 而且最重要就是 你找的 只要 沒有版權問題的 其實你怎麼玩 都OK 怎麼玩都OK 那 如果呢 各位 還有一些問題的話 不要再白板問喔 白板就到這邊就好 你要繼續問問題的 你可以在one note裡面的 訊息 這是一個 第二個 你也可以到我部落格上 我部落格上都有留 我的email 有沒有 你也可以透過這邊跟我聯絡 這樣OK 或者是你要到我YouTube頻道上 直接在 影片裡面做回覆 這樣 也可以 我都會收到 好 那我們今天就 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